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法是无权进见元首的 反之只有首相才有资格进见元首 以便说明自己是否掌握多数 每一次发生争议事件的时候 都是重新学习和上课 恶补一些常识的最佳时刻 然后当政治危机发生的时候 该怎么解决案 法律的诠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那么过去许多政治的矛盾争议 如果没有办法通过政治管道来解决的话 通常都会带上法庭 由法官来裁定 这是通常唯一和最终的出路 应该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因为争议的双方都不服对方 需要一个仲裁者 而他就是法庭 所以之前就有一名大法官 他有埋怨说 他的大意识大概是如此 就是说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没有好好的处理政治问题 吵架之后 没有办法去解决 就跑来法庭 就寻求司法途径 那么这些都是政治问题 应该以政治管道来解决 不要什么东西都带上法庭 法官是很忙的 有很多案件要去审理 没有太多时间处理你们这些政治上的争议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 政治问题就应该政治的管道去解决 不要带上法庭 不过话说回来 法庭也有这个责任去理清一些涉及法律条文的诠释 因为法庭是最佳的平台 过去确实是有很多政党政治的恩怨 带上法庭去处理 所以马哈迪才修改法令 规定政党政治不能够带上法庭去审理 因为巫统在1987年 因为东古拉萨利挑战 巫统出现非法支部 那么导致党选无效 也拖累了巫统被宣判为非法组织 这名宪法专家就批评安华的说法 是混淆了社会大众 他说即便你有足够的法庭声明 也不能够带给国家元首看的 因为首相的职位并没有悬空 意思就是说 安华你不需要进见元首 你要做的其实是去告诉首相说 你所掌握的支持还有情况 那首相才可以进见元首辞职 或者是要求解散国会 他就认为说 安华应该要依循民主的管道 也就是在国会里面 对慕尤丁提呈不信任动议 以便证明说 对方你是失去了多数的支持 他就补充说 根据宪法第四十三四条 如果首相不再掌握 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下台辞职 或者是要求元首允准解散国会 那么我必须说 自己不是宪法专家 也不是律师 我只是一名新闻从业员而已 而根据过往有限的采访经验和接触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进见元首 条件呢 就是元首接受你的这个进见要求 只要元首答应的话呢 这就不是问题 也没有涉及到什么样的这个法律的条文 或者条款 那么如果政治人物要求进见元首 那么针对这些政治课题 向元首表达看法的话 那么或者元首想要监听责民 那么陛下就可以召见 或者是穿召任何陛下想要见的人 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么根据一名宪法律师林伟杰 他就驳斥了刚才那一名宪法专家的说法 因为这个宪法专家的说法呢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根据林伟杰的这个观点 那么联邦法院在2010年裁决 批立州务大臣双包案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先例 那就是大臣是否失去多数支持 可以通可以这个透过州议员 或者是国会议员的表态来裁定 所以安华如果要入供进见元首的话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法律问题 林伟杰也点出说 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 当穆克里兹还是这个击打大臣的时候 以党窝统及土团党的代表 也曾经进见击打的苏丹 阐明当时候的西蒙州政府 已经失去了多数的支持 而国盟呢是掌握多数议席的 他就至于说 为什么当时你这位宪法专家呢 只是沉默不语 没有说只有击打大臣 才可以进见苏丹呢 不过呢林伟杰所提的例子呢 是以州政府呢 来类比这一个联邦政府的 刚刚提到的这个宪法专家呢 山拉哈优呢 所谈的是直指这个联邦政府的耕地方式 大马是君主立宪的国家 任何政权的耕迭 或者是委任新的首相 组织联邦政府 都有一定一套的法规要去遵守 特定的流程需要去完成 那么国家王公 昨天下午发表的那篇文告 其实已经证实了安华的说法 就是他确实获得 进见元首的日期和时间安排 他没有撒谎 没有吹牛 只不过刚刚巧 元首龙体欠佳 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 但是安华是否真的 掌握多数议员的支持 而所谓的多数是多少 这些问题 安华则没有给予我们答案 那么苏丹阿都拉 他陛下拥有处理政治危机的经验 那么陛下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才解决马哈迪辞职和 喜莱登政变引发的政治危机 那么如今接下来呢 苏丹阿都拉会如何处理 他会否使用二月的旧模式 所有222名国会员排队面圣 表达属意的首相人选呢 不过这一次涉及的首相人选 是比较简单 只有两人就是 慕尤丁和安华 比较容易去处理 不像之前 首相人选有 马哈迪安华跟慕尤丁 那么如今元首在IJN留意 让慕尤丁和安华两个人 有更多时间进行部署 倘若安华的变天 是势在必行的话呢 那么慕尤丁就得利用这几天 进行政治的操办 避免自己崩盘 如果慕尤丁信心满满 认为不会变天的话呢 那么安华就需要利用 接下来的几天 展开更多的拉拢 以及巩固的工作 确保变天成功 否则的话 将会是另外一次的狼来了 所以到底安华所掌握的 多数议席是真的吗 下一段回来 我们谈一谈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公正党内部消息人士就说呢 其实公正党在几个月前呢 已经跟几个政党 包括巫统还有土团党呢 进行了一些讨论 消息就说 西蒙在二月倒台之后呢 历经几个月的工作 其实才有了昨天 关于这个变天的宣布 他说目前呢 他们的目标是 至少要有20名的国会议员呢 是可以跳槽的 不过呢 这个消息呢 是没有表示说 跳槽议员到底有谁 关于安华昨天的宣布呢 其实大家都有两个 最直接想要知道的答案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人数 第二 为何你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 人数 其实安华昨天确实他没有告诉我们正确的数目 只表示说他有足够和强大 就是不断地重复那三个英文字 Strong Convincing 跟Forbitable 那么我假定他有足够的人数 假定 但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这三个英文字呢 其实还是有一点保留的 因为政局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 难以说准 昨天他可能有强大足够的数目 但是明天 后天 一个星期之后呢 可能就会有变化了 因为他还没有进见元首 变化会更大 就算进见了元首之后呢 元首理应也会与慕尤丁会面 间中会出现许多的这个变化 那么关于第二大问题就是 为什么选择在现在 那么如果我们看回去过去两三个月 安华他所面对西蒙给予他的这个压力 一直要他明确的表达说 到底你能不能够争取所有的意见 或者是争取对方的意愿过来 那么如果你争取不到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不是首相的这个人选了 所以安华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必须尽快的说明自己成功拉拢到对方议员过来 可以组织新的政府 否则行动党跟诚信党呢 就转向支持沙菲伊了 那么安华他一直很努力的去拉拢 但过去的效果并没有太过显著 如今有了成绩之后就要赶紧的宣布 因为如果你不宣布的话 可能就会跑票 因为这一些准备跳船的议员会在想 我都打印过来了 为何你迟迟还不宣布呢 是不是出了一些状况呢 一旦这些议员撤回之前对安华的支持的话 那么这个变天就会泡汤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安华的宣布其实跟沙巴周旋是有一定的联系 消息就指出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安华其实目前是可以从222名的国会议员当中 获得至少129人的支持 而且是有可能获得138的 那国门跟其他的政党 其实昨天也有通过声明强调 会继续支持呢 慕尤丁担任首相 不过呢 国政兼巫统主席阿穆扎西却透露说 已经有几名的这一个巫统的国会议员呢 转而支持安华了 那一名的这个巫统的消息人士呢 就证实说 确实是有巫统的国会议员呢 跟安华会面 但是他没有透露说到底有多少人 他说在几个月前呢 他们就已经跟安华开会了 但是这件事情呢 并没有在最高理事会上提出的 那消息人士就说 阿穆扎西昨天的文告 其实让巫统是感到惊讶的 因为还有很多的最高理事 并不晓得这件事情 他说只有两三个人知道阿穆扎西的文告 很多的领袖呢 都在沙巴出席竞选活动 因此呢 可能会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 那巫统的熟理主席呢 莫哈莫哈山 其实早前的时候了 就昨天也是有强调说 巫统继续支持慕尤丁 目前呢 巫统共有39名的国会议员 那么现在最新的进展呢 是安华依然没有办法 进建在IJN的国家元首 所以变天事情 没有办法进行就卡在那边 那么就算元首建了安华之后 他也会跟 他也必须要跟慕尤丁会面 因为慕尤丁 现在依然是合法的首相 问问慕尤丁 现在你打算怎样处理啊 那么如果安华有数目的话呢 慕尤丁只有两条路 要么就辞职 要么就解散国会 或者他可以 再拖延一点时间 我们就回到国会 以国会不信任动力的方式来表决 那尽管说呢 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主席呢 阿邦佐哈里呢 是公开拒绝安华的 不过 消息人士是说呢 有些人其实对慕尤丁所领导的 联邦政府呢 是感到不满的 GPS呢 握有18名的议员 那目前呢 只有少数啊 只有少数 仍然呢 是私下支持国盟 那他说呢 他们呢 有就是这一个 望珠乃迪 还有亚历山旦 南塔林吉 这两位那个部长 但是他们都认为说呢 每个人都在等待 给沙拉越最好的选择 那么 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 这个立场呢 是相对的是比较暧昧的 就是他 他基本上 他的态度呢 就是西瓜靠大边 谁能够组织政府的话呢 OK 我就支持你 那么如果你没有 凑足足够人数的话 你就先别来找我 是浪费你的时间跟精神的 那么现在大家把焦点 放在巫统 因为巫统的这一个 昨天 Zai Hamidi的那份 文告的告诉我们 许多内部的情况 就是巫统内部 已经有出现了 分歧的情况 而且巫统呢 想通过安华 跟安华一起联手来 迫使 姆医定 进行解散国会的 这个动作 当然解散国会的话 对公正党 到底是不是有利呢 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没错 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继续留守在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明信党主席沙非议呢 今天是不愿意回应呢 公正党主席安华说 他拥有足够的 国会议员支持的 这一个言论 他说先让我 专注沙巴的周选吧 而且呢 他也不愿表明说 明信党九名的国会议员 是否有纳入到支持 安华的国会议员的阵容当中 沙非议的这番说话 这番言论呢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安华的足够议员 可以变天的这个宣布呢 其实对沙巴周选来说 安华正在打一场心理战 安华他提前宣布 掌握人数准备变天 但他却没有公布名字 这是他的策略需要 虽然从战略上来讲说 他应该要点点 就保持沉默 等待国家元首 召见他之后 再来宣布 其实也不迟啊 那么到时 国盟跟国阵 如果你要抢人的话 已经太迟了 因为你已经进见了元首 那么其实看回来 沙巴周选啊 在现在朝野政党呢 都有一种矛盾 跟复杂的心理 不管是民信党 泛民信党联盟 Y3plus 还是国盟国阵 其实大家都希望 自己的这个阵线 胜利 然后组织政府 但同时 胜利之余 也不想 也不希望说 你的这个有党赢得太多 因为你赢得太多的话 这个狂胜的政党呢 可以独揽政权 就变成了一党独大的情况 就像过去 在西马巫统独大 垄断所有政治资源的情况一样 其实现在的时间呢 确实非常的巧妙 因为距离沙巴周选的投票日 其实不到48个小时了 沙巴的朝野政党呢 现在都非常积极的拉票 因为呢 这是进行最后努力的最佳时机了 那沙菲亦呢 今天出起了一项活动之后呢 就授寻集 安华拥有足够支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 现阶段 其实没有任何事情呢 比眼前的沙巴周选来的重要了 他说其他的事情 等周选结束之后再来说吧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自己说 现在既然大家都把重点放在沙巴周选 那么为何安华要在这个时候宣布呢 其实安华跟西蒙都希望 这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如果沙菲亦和他的这个民性党大胜的话 当然沙菲亦的名气 名声跟他的这个威望 一定会飙升 可能会盖过安华 这是安华不想要看到的 因为这两个人呢 都是西蒙 认为是首相的这个人选 那么政治学者刘哲伟他就指出说 他假定安华现在拥有足够的这个人数 但是如果沙菲亦在星期六的周选赢了 人们会说这是沙菲亦赢了之后 议员才转向支持这个西蒙的 那么自然而然人们会更加看重沙菲亦 而不是安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安华本身在沙州选举成绩公布之前 已经有了足够人数 也无需依赖沙菲亦的周选成绩来拉拢议员 但是因为自己安华本身没有提前宣布 有足够的人选 所以所有的功劳喊不郎都去了沙菲亦那边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假设说安华其实是没有足够的人数 但是安华抢先在星期六周选之间宣布 那么如果沙菲亦真的赢得沙巴周选 而且漂亮赢得的话呢 那么对方的国会员因为沙菲亦的表现而跳船 可是安华还是可以说这是他的这个功劳 甚至自己成功挖了国会议员的这个知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安华宣布跟这一场沙巴周选 星期六沙巴周选之间的那一种关系 其实是非常微妙 政党之间现在朝野都是一个阵线组成 所以他们都希望胜 但都不希望对方大胜 希望自己全胜 但对方不要大胜 那么以威差的或者是以勉强的这个 多数议席来执政之后呢 啊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的这个特别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呢 大家在打的呢 就像是刚刚志峰引述了这个政治学者的这番话 就是都是在打心理战 到底谁可以握有这个非常稳健的胜利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方有绝对的把握是吧 对啊 其实这一场进入最后48小时 他的这个战警非常的这个激烈 在沙巴当地的一些记者回馈的看法呢 就是说现在这一场周选 虽然他是周选 但是国盟他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呢 都是国盟首相慕尤丁的这个海报 而当地候选人 本土候选人的这个照片 跟他们的这个党会啊 或者是他们旗帜呢 则没有这么显著 感觉上是 慕尤丁 是不是他已经来了沙巴竞选呢 为什么到处都看到慕尤丁的这个样子 而没有看到当地候选人的这个样子 他们的这个海报呢 这就带出说 其实国盟呢 是非常依赖慕尤丁的这个形象 希望他的形象 能够带动国盟的这个选情 但是瓦里山PLUS呢 同样的 他们也是靠沙菲伊本身的这个形象 因为行动党 以及这个诚信党 都使用了帆船的标志 那么明天呢 就是投票前一天 继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进展 没错所以一定要请你持续留守在 CDPLUS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